2016年,2017年的中国楼市,是连猪都被大风吹飞的年代,但也就是在这两年,国内一家上市房企,把自己玩死了。 这家上市房企,就是中红股份,它在济南有两个项目,一个是位于CBD的中红广场,另一个是位于黄河北的中红却山项目,他们的位置都可谓站在了风口上。 但目前,受总部资金链锻炼影响,这两个原本不错的项目,都已经陷入跨境。 中红广场进度原本不错,但受总部影响目前已经不得不陷入停滞。 中红却山本两批次拿地,第一批次住宅荣地已经开发完毕,第二批次土地及美猴王主题公园遥遥无期。 在市场淡热的2016年,2017年,中红是怎么把自己玩死的呢? 我们今天来看两篇文章,一篇来自中国企业家,中红股份的覆灭之路,另一篇来自经济导报,中红紧南这两项目还能激活吗? 中红股份的覆灭之路。 中国企业家李燕燕,王永宏去哪儿了?王永宏不在北京都去国际八号楼。 事实上,7月6日这个工作日,只有零星的人在八号楼。 王永宏是A股上市公司中红股份的董事长及实际控制人,都去国际八号楼,是中红股份的总部所在。 不管王永宏跑没跑,中红股份陷入你少知识事实,历年财报显示,中红股份2015年和2016年,净利润,分别为2.92亿元,1.46亿元,待在2017年。 这一数字表现为亏损,零下25.4亿元,同比减少1699.01%。 2018年第一季度,中红股份继续亏损3.14亿元。 与此同时,中红股份的多个项目,陷入评工危机,其余期债务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截至6月22日,各类借款金额已达41.13亿元。 时至今日,中红股份官网上还挂着王永宏的话,为梦想窒息。 当下月亭的FF迎来中国恒大作为大股东时,中红股份也在等他的白武士。 今年3月,中国港桥曾有意重组中红,但该计划于两个月后流产。 6月29日,新的集团下新疆加龙现身,计划代替中红集团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将四天后,中红控股与新疆加龙的真正关系遭身加索问群,无意为这场重组再增变数。 一名证券分析师感慨,中红股份品被挨的,破骨万人锤,王永宏声名俱随。 一,有梦的商人,王永宏今年48岁,他的发迹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90年代。 珍世少年得志,1992年,出身于江西宜村公务员家庭的王永宏进京,三年后便创立了中红集团。 2008年,中红通过借客ST科院在A股上市。 创业之初,王永宏的梦想是,拥有一千家自己的汽车服务连锁店,他还曾租过汽车保洁公司以及连锁加油站,并借助加油站业务拿到第一桶金。 2000年前后,中红先后开发了旺金600本项目,和非中心中红国际商务花园。 王永宏派进了纸醉机密的地产圈,他的梦想当然也发生了变化,尤其在公司上市之后,他希望能够成为文旅大亨。 王永宏的计划是这样的,一星期世界为品牌,在各地布局旅游大盘,如北京玉满邦,长白山,济南雀山,等等。 历来在国内汤文旅这条河的,无非两种开发商,一类市场牺牲都此领域的,如华侨城,雅居乐,宋城等。 另一类则是近几年的新入局者,且大都玩住宅地产巨头,如恒大,碧桂园等。 他们凭借自身强大实力,快速还将拓土。 显然,中红股费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类公司,王永宏为什么要进军文旅产业呢? 目前国内文旅地产在变现方式上,主要依靠文旅产品所在板块的地产产品,包括商业与住宅地产进行快速变现。 并以此来冲底项目前期开发与后续运营中所付出的巨大资金成本,需要警惕的是,盟与地产前期庞大的资金投入以及类地产化的开发、运营等问题,在客观上形成了较高的市场均入门槛。 同样,中红并不具备这样的门槛,王永宏投身于此,相当于是赌一把,是要压上身家的。 若问他为什么有下注的勇气,大概是因为年轻时有或一小不搭的经验。 2000年,中红在如今北京朝阳区五环外的长营乡附近,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成本,一次性买下600亩垃圾厂。 彼时的北京连次环都没有,长营那片地还住着庄稼,榜改结束方采两年光景,哪有开发商对这样的地块感兴趣? 由于是商业立项,中红起初做的企业独动项目,非中心中红国际商务花园,几乎无人问津。 2008年,随着北京CBD东扩,长营土地价值在八年间翻了十倍,靠近通州的地块部分, 被开发成著名的商铸项目中红北京像素。 2009年,北京像素手期开庞,2010年初北京开启驻山线后, 据称,这块地让王永鸿至少赚了50亿元。 事实上,项目相隔三公里外,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和机场航道的噪声。 但北京像素仍是钟红最拿得出手的作品之一, 他让王永鸿声明与财富尽的,成为炙手可热的富豪榜单场客。 客观来说,王永鸿后来搞文旅产业的逻辑是自洽的, 随着房地产行业集中度的提高,中小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空间越来越狭窄, 他们被排除在主流圈层之外,而钟红正属于没有拿到入场券的开发商。 对于这类开发商来说,可能只有初期才能制胜, 只是王永鸿的步子卖得太大了。 2017年6月末,钟红账上的现金为39亿元。 在11月底,王永鸿决定以现金方式, 收购海南超级大盘半山半岛等项目股权, 并预付用11.5亿元的股权收购款。 之后事件出现反转,钟红股费发布公告车, 王永鸿被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擅自签订,先斩后奏, 因此,董事会对该项交易不予认可, 收购半山半岛的事情就此做罢。 这件事导致的结果是, 当年底,钟红账上只剩下8亿资金, 而对于已经支付的61.5亿元费用, 公司只能表示, 指出王永鸿凌驾于公司内部控制之上, 干预公司经营管理。 另外,在规划4年,正式拿第2年后, 西南雀山美猴王主题乐园项目现场仍是一片荒芜, 由于雀山美猴王主题乐园的规划方案与前期宣传差异较大, 已被退回重改, 根据财联社报道, 其规划的住宅, 商业街等作为配套项目, 及星期世界雀山院的住宅部分, 一区, 二区已于2017年初入住, 三区暂停开发, 闭时, 项目置业固案承诺建成的幼儿园, 小学和商场皆不见踪影, 失控的不仅是文旅板块, 根据中红股份年初公告, 受北京317商办项目调控侦次影响, 两个商入项目, 御码方项目和下个庄项目商业部分销售停止, 却2016年已销售的御码方项目业主大量退房, 但应该发烧资金链断裂, 众多业主却无法拿到退款, 二时则资本玩家, 我旅是文化旅游的简称, 这是一个大投入大产出, 中投入小产出, 小投入无产出的领域, 除了以长期运营能力入药之外, 还是以情怀为引, 从中红既往的项目看, 你很难将它们和情怀联系在一起, 例如, 六百本商业街, 地处北京繁华商圈望京, 但开业不过十余年便已经破败不堪, 在坑洼不平的地面下, 一定埋藏了一个追求极致低成本的故事, 2017年前后, 在商户的强烈呼吁下, 中红开始对项目进行整修, 可惜工程尚未过半, 公司却已经风雨飘摇, 2008年开业的旺金六百本商业街, 如今净矿后败, 摄影, 立业念, 也许对于王永浩来说, 还要比作文旅大亨, 更有吸引力的梦想, 根据公开信息, 王永浩尝试通过A加三模式, 来构建文旅大业, 企图打造一个涵盖物业管理, 中介代理, 营销平台及文旅地产开发的链条, 其具体操作方式为, 以中红的旅游地产为主线, 靠互联网金融和在线旅游平台来盘活, 通过收购一些境外公司来运营, 从而实现一个完整闭环, 中红股本当时的董逆金姐解释称, 在A股的是一家全面开发旅游地产的企业, 属重资产公司, 而三家境外上市企业属于轻资产公司, 一家围绕互联网金融作物业营销, 一家是在线旅游上市公司, 另一家是品牌运营管理公司, 2013年至2015年, 除去文旅地产, 王永宏还先后尝试营事, 手游,主题乐园等新生意, 结果大都不尽人意, 2015年基月起, 中红股本先后宣布, 收购香港上市公司开益控股, 以及增资新加坡上市公司亚洲旅游, 三个月后, 中红宣布收购逐高国际中喜国际66.1%的股权, 你将后者打造成清资产的品牌管理公司, 现实情况是, 可以开始在新互动之下, 开战房地产代理销售业务, 并成为一家名为千金索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背书公司, 亚洲旅游于2016年, 在北京正式发布B2B平台TACENTER, 主打出境优市场, 中喜国际则成了中红旅游地产的营销代理公司, 2017年10月, 中红股本收购取得AK公司90.5%的股权, 增加2017年营业收入10亿元, 这并非一个完美无缺的计划, 相反有很多漏洞, 甚至涉嫌违规, 比如, 前金索以中红资产交易设计金融产品或设讯自容, 那人许为的是, 该平台在股权上与中红没有直接关联, 确的成立之初就与中红签订合作, 早期金融产品, 基本定向投给中红, 其平台所在办公地点也与中红集团相同, 一年内布局完成三个上市平台, 网友红的产业看起来欣欣向荣, 但正是彼时, 中红股份的公司状况正在急转直下, 2017年, 中喜国际及P分别将负责物业管理服务, 及房地产代理销售业务的公司出售, 财报显示, 两个平台当年的业绩均为亏损, 这一年, 王永宏还意图收购美国养老机构, 布鲁克戴二老年关怀公司, 代价高达200亿, 但交易最终搁浅, 值得注意的是, 王永宏还设计徐翔案, 涉嫌操纵普加, 私募大老徐翔在接受审讯过程中, 公出的涉案上市公司高管中, 包括王永宏与董逆金杰, 该案件透露一个细节, 2013年, 王永宏曾提前通过大宗交易掏售股票, 而后借由中宏股份高速转, 进军手游领域等概念, 超越台深股价, 掏售获利, 2016年8月16日, 中宏股份本人, 由王永宏变更为王纪宏, 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永宏退出董事会, 近几年来, 中宏已经成功完成两次订增, 套现近70亿元, 2014年, 中宏订增9.58亿股, 募资30亿元, 用于海南如意岛项目建设, 2015年, 中宏订增13.8亿股, 募资39亿元, 用于北京, 沙东等地地产机文旅项目开发, 三, 冒险家王永宏, 而不是陈宏某一门生意, 他的财富生涯更倾向于冒险赌博, 而不太喜欢脚踏实地, 也有行业人士以年轻聪明, 性格复杂的冒险家, 来比喻这位野心勃勃的中年富豪, 但却说不出老板真正在做的是什么, 据某离职中宏人工回忆称, 人浮于事也是造成中宏股外状况恶化的一大因素, 但他同时坦言, 中宏做事的人只有10%, 一个机体的衰亡过程中, 会表现出各个组织的溃败, 2017年香港加时的春拍, 王永宏曾为参演过金灵十三差的女星韩西婷, 拍下一个价值1.24亿港元用正费金双龙尊, 到后来, 因为交不上1.2亿港元的余款, 两人被告上法庭, 现实很骨感, 过去半年来, 中宏股费变成雪上加烧的滋味, 公司和王永宏的一系列麻烦, 身为右欢节征兆, 他身边的高管正在接连离开, 2015年起, 担任中宏股份董事, 总经理的崔婉, 以及担任独立董事的内蒙古三一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主任会计师的吕小金已经辞职, 6月27日, 自2008年就加入中宏的老陈, 中宏股份监事会主席, 董事及董事会秘书吴学君仅已辞职, 受多重负面事件影响, 近一年来公司股价多次呈现断崖式跳水, 尤其是, 最高股价层指2.73元的中宏股份, 在6月20日, 6月22日的最低成交价, 均注近0.99元, 两度呈现, 目前来看, 中宏的资金危机正在下距, 首次破元当晚, 中宏股份发布多次公告, 公司中只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筹划两年的36亿元规模定增彻底告吹, 此外, 股东们已经集体撤退, 截至6月19日, 其鲁币城8号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减持中宏8390万股, 减持比例为1%, 交易金额1.35元, 其鲁币城8号, 目前还有1.41股带减持, 此外, 招商财富招商银行赠富一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和国度政权质商银行 国度谨顶顺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也纷纷提交减持计划, 一支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也月静, 对中国企业家表示, 对于中宏股份来说, 王永宏在多元化战略方面, 以及金融操作方面有交代影响, 或亦受外部政策调控影响, 地产布局方面也存风险, 这值得类似企业反思, 中宏这两项目还能激活马土地又被收回风险, 经济导报孙罗南, 中宏股份7月18日公告称, 控股股东中宏卓业集团持有的公司, 全部股份再次被司法轮厚冻结, 受总部面临资金率困境的影响, 中宏股份旗下一期项目已嵌入平板状态, 尤其开发的济南却山项目后期, 也面临着不确定性, 经济导报记者时地探访了解到, 中宏却山项目第二批土地开发至今未有进展, 目前陷入停滞, 接近中宏的人士也向经济导报记者证实, 却山项目确实暂停了, 有业内人士对经济导报记者表示, 中宏却山项目部分土地已闲置较久, 有被收回的风险, 美猴王主题公园之间还没动静, 18日,济南天气颜色, 从建巴黄河大桥跨过黄河, 桥北头东侧大片杂草区域的不远处, 一片住宅十分闲言, 这里就是新奇世界济南车山的住宅项目, 经济导报记者在现场看到, 该项目此前精心打造的秀楼处, 锦铃二环泄露北延长县, 门口保安港厅仍处立在原地, 但空无一人, 新奇世界国际度假区, 文旅产业实力品牌, 布局全国食物处大手笔规划, 购物中心, 温泉酒店亦应俱全, 一个个宣传板树立着, 有的也有些褪色, 售楼处内打门减闭, 只有物业人员值班, 经济导报记者看到, 若打造售了数大厅内, 沙盘, 区位图, 仍可清晰呈现项目规划, 此外, 大厅里还展示了方圆销控表, 以及车位, 储藏式销控图, 按照此前规划, 这里已打造一个囊括了美猴王主题公园, 住宅等项目的超大型温旅产品, 但主题公园至今还没有动静, 第二批土地以南一年半多, 位于天桥区桑子店街道的中红项目处, 在雀山片区的起步区, 主要是受到了总部大股东的牵连, 野类人士对经济导报记者说, 天桥区政府的相关人士18月对经济导报记者说, 随着济南对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的推进, 这个片区是块热土, 很多企业都想在此开发项目, 据经济导报记者查阅, 中红却山项目归换宏大, 目前已拿两批土地, 第一批土地的住宅部分已开发完毕, 经济导报记者在现场看到, 第二批土地开发陷入停滞, 中红股份在2017年初发布的公告中称, 2016年12月30日, 济南洪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一种价7.26亿元, 竟得位于天桥区的和级面积为67.16万平方米, 约1007亩的五宗地块, 其实这就是鹊山项目第二批土地, 包括四宗居住用地和一宗娱乐康齐用地, 后者计划建设美头王主题公园, 约有549亩, 关于第一批土地, 中红股份2014年发布的一份公告显示, 2014年11月13日, 济南中红红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一总价2.55亿元, 近的位于天桥区段和级面积为23.72万平方米的三宗地块, 这三宗地块均位于建茂大桥以北, 二环系路为延长县以东, 县状古岛309以南, 其中商业商务地块面积8.19万平方米, 规划容积率为1.7至2.1, 成交总价为7980.7万元, 是否有被收回风险? 经济导报记者独家获悉, 中红雀山项目已拿的第一批土地说, 商业用地目前还被开发, 济南市土地收处部门的相关人士18月对经济大报记者说, 对于2016年底工的地, 按照当时的规定, 是先有一个交款的时间, 交完了全部的出让金, 弃税后, 给开发商办理土地移交, 土地移交给开发商之后是一年开工, 过了这个开工时间, 在两年不开工的话, 土地是收回, 去经济导报记者查阅, 2016月8月, 济南市政府一发关于进一步规范经营性或六件税用地使用全出让工作的意见试行, 自当月18月起施行, 有效期至2018年8月17日, 自开工之日起三年内证工, 因不按期开发建设造成土地宪制的, 将严格按照闲置土地处置爸爸, 国土资源部令第53号予议调查, 认定和处置, 对未动工开发买一年的闲置土地, 按照土地出让, 或者划拨价款的20%增加土地闲置费, 未动工开发买两年的闲置土地, 无偿生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在2016年12月, 济南市国土资源局又公示了规范土地开发, 延期开竣工申请的通知, 根据通知, 出政府原因, 以及不可抗力等因素, 致使不能按照合同如期开工的, 土地使用权人均可以提出土地延期开, 竣工申请, 对统一办理延期的国土资源部门, 向通知申请人签订补充协议, 调整新的开, 竣工实险, 延期期限不得超过一年, 且只限一次, 受总部资金链影响, 除了在黄河以北开发的雀山项目, 中鸿股饭在济南还有一个大型项目, 即位于CBD的中鸿广场, 其主楼规划高度达到318米, 是为了CBD内的一个地标建筑, 赋楼包括商务工具, 写字楼等产品, 该项目也有部分产品销售, 还有较度为售, 接近中鸿的人士, 对经济大报记者说, 该项目受到总部资金链影响, 近期进展较为缓慢, 中鸿股饭目前在运作重组事宜, 若重组成功, 解决了资金链问题, 则有望激活济南的两个项目, 不过, 公司控股股东中鸿拙夜消关股权的司法冻结的因素, 无疑增添了重组的难度, 以上两篇文章转自中国企业家, 经济宝宝, 有删浅,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